马路上车好多 但一名外送员与远景发生争执 全程拍影片搜索自保 期间还强调事情结束了 要赶着外送赚钱 不过远景似乎担心 情绪会再舒服 不断够知这个路口有左转绿灯 两个人在现场一度僵持不下 最后外送员指控冤警动手 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警察和骑士就这样站在路旁好久 原来是因为没有依照耗制灯行驶 在渐选圆环为了避免驾声混淆而发生事故 因此在耗制灯的设计 单独是有左转直行以及右转灯 事件发生在22号晚上6点多台北市大通 重庆北路与南京西路口 外送员疑似赶着接单 为依照耗制灯行驶当场被拦下 其实这个路口比较复杂 若没有看清楚很容易搞错 因为建成圆环有六个路口 一侧是宁夏夜市 另外一边则通往台北车站 车流量大 耗制灯也设计成多时项 发现民众驾驶大型重机 于重庆北路二段与南京西路口 为一耗制指示违规左转 经查证违规所时后 并同遮庇车牌部分 依法自担取发 这个路口有部分的号制灯 会显示左转右转还是直行 好方便驾驶人看清楚 但为了让骑着黄牌的外送员 看懂圆环号制 站在路边讲好久 还差点爆发冲突 但经查他违规状况属实 又遮蔽车牌的行为 将会一发举发 TVBS新闻我就用叶俊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